有人就說商場是深圳的特產 今年的下半年總共有十幾個新商場開幕 而在過去的七月至九月已經開了其中六個 最近都有很多朋友問我 什麼時候才會跟大家介紹一下深圳這些新商場呢 今天就來回應大家的訴求 先來介紹其中的三個 這三個都有一個共通點 都是位於保安區 交通對於香港人來說相對是沒有更方便 而且是會比較貼近居民區一些 因此就沒有下一集介紹的另外三個商場那麼有特色 但我都會盡量說一些吸引大家特訓過來的地方 希望大家可以多點支持一下小弟 看完這兩集介紹的那六個商場 行程的第一站就先帶大家來到 七月十三號開幕的萬峰海岸城 這個商場其實是最近新開的商場之中 交通對於香港人來說最不方便的那一個 他位於保安的北部 在機場在北面的地方 而且距離最近的地鐵站 馬安山站 走過來都要走十分鐘左右 而就算由深圳灣口岸飛的過來 都要超過半個小時的 不過他確實是 最近在深圳新開的商場之中 最大的那一個 甚至假如深圳的K11 說不像是今年開的話 他也會在今年新開的商場之中 最大的那一個來的 現在已經開了的部分 足足有200萬車 簡單一點來說 他其實是三分之一個一方天地這麼大 也由於商場夠大 所以有些品牌 甚至在這裡一口氣開了幾間分店 譬如這裡竟然是有四間瑞幸咖啡 而這間開了的部分 主要是兩座室內商場 A館和B館 另外外面還有少少少零碎的戶外部分 而各個部分在二樓那裡就由一個名為海岸廣場的平台 串連起來 看起來好像南山區的舊海岸城 這一邊的環境甚至比舊海岸城那一邊還要好一些 一例綠化面積比較高一些 就連平台上也做了很多花草種植一些植物 而第二就是這一邊是闊落很多 人流也少很多 感覺上也會chill一些 萬峰可岸城接下來還會變得越來越大 譬如在明年就會開一間三母會員商店 不過在這裡繞了很久 都是找不到它的設計圖究竟是在哪裏的 剛才我逛逛逛的時候就發現 B1 Miniso對面那裡就零零射射有幾個鋪位是卡住了 而且這一層那些指示牌也有一個位置是卡住了 另外這一層下去B2層的那條扶手電梯 又是適合人們推著那些超級市場的手推車 下去的那種說送帶來的 所以我端猜第二時那一間三母應該就是開在B1層這裏 不過回到來再查資料才發現 其實第二時那間三母應該是在A棟大門口的正對面 是一棟獨立的建築物 不過印象之中那一邊還是一個大地盤 相信這間三母應該沒那麼快會好 另外據說第二時這裏還會開一個有350萬呎的開放式街區 而我亦都見到商場靠近地鐵站那一邊的對面馬路 亦都有好幾棟有點像舊工廠的建築物 現在就被可航城圍封住 在這裡進行一些翻新工程 斷古的開放式街區就是在那一邊 而當一個街區開幕之後 連上商場的室內部分 整個商圈總共有550萬呎的 只是比一方天地小一點 比起前海一方城還要大一點 商場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在公共空間那一邊 放置了很多巨型雕塑 比如在海岸廣場上面就放置了一個 由英國著名當代藝術家所創作的鋼結構雕塑 而在室內部分就更加誇張 幾乎每一層都有放置至少一座 由美國當代藝術家所創作的人體雕塑 而且雕塑都蠻融入商場環境裡面 比如這一座這樣 底下的底座其實是設計成可以被人坐的 連上B1的一層A館總共有7層樓高 比較特別的商戶是有兩間的 第一間就是這裡的戲院可按影城 它是有全深圳第一個CENITY LED影廳 這一種影廳我之前在珠海都有跟大家介紹過 CENITY是大陸研發的電影播放制式 除了有一個跟IMAS差不多大的巨型銀幕之外 它也是用上4K120Hz 所以如果用來播放一些配備制式的電影的話 那個畫面是零射高清過人 而可按影城這裡更加是用上LED螢幕 LED的特性就是 黑色的地方可以做到完全黑色 所以如果用來播放一些恐怖 又或者跟太空有關的電影的話 就會更加有一個新歷奇景的感覺 當然就算是播放其他電影都好 由於LED的對比度是比較高一些 而第二間就是這間室內兒童遊樂場 沒有時卡 終於不是MELAND了 而我剛才裝過就看到它裡面的波瓦匙 連攪拔架都挺大型的 好像這樣的相片比起MELAND還要大一些 另外我超級喜歡A館五樓這個小鐘亭位置 在一個玻璃圓拱形天幕底下 除了做了一些噴水池之外 也種植了大量綠色食物 在旁邊還做了一些T級式座位 可以讓人在這裡坐一坐 讓大家在室內商場走 都有一種去了公園的感覺 A館樓上還有萬豪一個比較便宜的品牌 Fairfield 萬豐酒店 如果想在這裡玩兩天的話 在這裡住應該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連B1那一層 B館總共有四層樓高 在介紹裡面有什麼特別的商戶之前 就先來講講它這個比較特別的門口 是在商場的另外一邊 向著海岸公園的位置 這裡是有一個階梯可以上去商場的三樓 而階梯中間就有好幾條柱 設計到好像一棵大樹一樣 因此這裡又叫做巨樹天街 據說第二次這裡會整成一個階梯書店 是可以讓人坐在這裡看書的 不過由於現時這裡是什麼都沒有 架上打卡的效果其實是沒有想像之中那麼好的 所以我都是建議大家不需要特意過來的 巨樹天街的水頂頂是通到一個叫做朝美江湖的區域 我之前看過一些線稿的報道 它就說這個區域是深圳首個以朝山元素為主題設計的體驗街區 說到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但我來到就發現其實這個區域是非常之小 例如就只容納到三間餐廳 而且就只有其中兩間是真的做一些朝山食物 有一間專門賣滷水鵝 而另外一間就是在深圳都有很多分店下的朝山牛肉 我餐廳輪牛 但怎樣都好我就覺得這裡有一個 螺旋形的LED藝術裝置就真的挺漂亮的 善稿就說它的設計靈感是來源自沒有火狼 不過我就覺得更加像是打鐵花多些的 而雖然第三間餐廳並不是做朝山菜 但是我就覺得這間餐廳 反而是最吸引我過來試試的 又話說萬峰海岸城其實是很鄰近保安的沙井 而沙井是一個生產蠔的地方 朝美江湖最後一間餐廳 正正就是沙井大街上面一間比較老字號的小店 在這裡開的分店 那餐廳就聲稱這裡所買的蠔 全部都是沙井原產的蠔 並不是其他地方運過來的 於是我就決定進來試試看看這些沙井蠔究竟好不好吃 買了它最招牌的金銀酸石鍋蠔 我就買了小份點的例牌成為108元 雖然廣告圖上有6隻比較大的蠔 但是我今天來到的這間餐廳只有9隻 相對而比較小的蠔 每一隻蠔就大約兩隻手指上一場 另外由於是用石鍋來裝著 上菜之後一段時間 這盒都管得很厲害 所以剛才上菜的姐姐就跟我說 暫時就不建議我把這盒拉到我身邊 因為怕裡面的湯汁會彈出來彈到我的 老實說味道就比較一般 口感比較結實爽脆 鮮味就略為淡一點 不過咬多兩口 那股蠔味就會慢慢滲出來 而經過這個石鍋這樣長期控熱煮 我甚至覺得吃到後來有點像吃蠔豉的感覺 另外蠔底下就墊了一些甘心菇 不過由於是石鍋控熱煮 所以有不少其實都黏了底 嘩 嘩 用來拌飯很不錯 因為那些甘心菇是完全吸滿蠔的鮮味 再加上那些蒜蓉的味道 嘩 整個嘴巴是很香的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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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哪一層就有FUKOS 大食袋 裡面絕大部分的餐廳都是一些名不經傳的小店 而且買的食物都是其他商場比較少見的食物 譬如有順德的光晶排骨 潮傘的海鮮拌麵等等 另外我亦都發現商場的快餐店 有不少其實都是一些在其他商場比較少見的品牌 因此探新鮮的人士來到萬峰可岸城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選擇考慮去吃一些快餐店 當然假如你也是想幫助一些你曾經吃過的大型連鎖店 由於可岸城在深圳始終比較有實力 因此這個萬峰可岸城也是招攬了不少這些品牌 距離萬峰可岸城大約過幾次車程的地方 有一個叫彩虹星球遊樂園的室外遊樂場 雖然是要另外收費 但由於佔地面積非常之大 裏面的設施也很漂亮很可愛 例如有一條超長的彩虹滑梯 也有不少要親自協作一起玩的無動力機動遊戲 我想絕對是適合小朋友在這裡玩足整個下週 而向北走大約兩個多次車程 就來到深圳四大古墟之一的清平古墟 雖然這邊近來就正在翻身 但仍然是一條很漂亮的古橋可以打卡 還有一些比較文青的cafe 可以坐下站 下一站我們就來到上個月26號才開幕的華強廣場 華強廣場其實是很近剛才的萬峰可岸城 由那邊飛得過來大約只需要兩個字左右 而假如你打算由香港直接過來這個商場 就可以坐地鐵11號線來到唐尾站 由比賽後出來之後過面馬路就來到這個商場 所以這個商場的交通其實是方便過剛才的萬峰可岸城 雖然這邊交通比較方便一些 但是由於整個商場面積是小很多 這邊就只有100萬呎左右 大概就只有剛才的萬峰可岸城一半左右 再加上華強廣場的營運實力就肯定沒有可岸城那邊那麼好的 所以這邊的定位就會比較偏向居民區商場多一些 由於定位是一個居民區的商場 因此整個商場都很著重去做家長的生意 例如我現在身處的三樓這一層 整層絕大部分的商戶都是一些給小朋友玩 又或者學一下東西的店 另外商場還跟大陸一套比較受小朋友歡迎的卡通片 同出沒做聯繫 這套卡通片是以兩隻紅人和一個叫做光頭強的角色來做主角 光頭強配華強廣場其實都是一個挺好的配搭 而商場除了在大門口對出那裏 做了一個超高 我想有三層樓這麼高的紅人屌素之外 在商場的公用地方 周圍你都會見到這套卡通片裡面的一些角色跟你打招呼 三樓的這間playhouse也是跟紅出沒close over的叫做紅紅樂園 雖然我見到裡面的設施比起剛才可岸城的那一間簡陋很多 但是由於紅出沒這個IP真的好受大陸的小朋友歡迎 所以我就見到這間紅紅樂園反而是比起可岸城的那一間 更加受小朋友歡迎人氣更加旺 四樓的foodclose也是叫做紅紅食堂 其實就是好戲這樣放了一些紅出沒的figure 還有做了一個適合小朋友高度的洗手池 其餘裡面的餐廳就跟其他普通foodclose是大同小異的 我也都見不到一些是專門做小朋友生意 又或者專門買兒童餐的餐廳 四樓這一層還有一個空中花園 除了可以給這一層的餐廳 放一些桌椅出來這個戶外部分 給大家chill一下之外 在這裡還有一條可以給小朋友遊六樓 上到四樓這一層的旋轉船滑梯 似乎應該是挺好玩的 不過今天來到就發現暫時都還未啟用 六樓滑梯入口旁邊就是一條透明玻璃天橋 不過也老實說 這一種透明玻璃天橋已經開始有點老土了 所以在這裡就不特別介紹了 六樓的戲院又是有剛才介紹過的Siniti LED影廳 所以我極度懷疑 接下來大陸的一些新的戲院 應該有不少都會開這些Siniti LED影廳 因此想試的話 我想大家都不需要特地 現在山場水院跑到保安 遲些在市區那邊的戲院 相信都會有不少會開這個影廳 雖然這裡是一個居民區商場 加上華強廣場其實是一個新的商場品牌 但是這裡的招租我覺得有幾好 整個商場只有很少急舖 之前有查過資料 應該是有九成以上的店舖都已經租了出去 但是由於華強廣場比較明不經傳 所以也都令到這裡招回來的餐飲 大部分同樣都是明不經傳 我甚至覺得有超過三分二的餐廳 都是一些我從來沒聽過的品牌 但是這樣也都令到這個商場比較獨特一些 不會說像其他新商場那樣 來來去去也是那些品牌 因此貪新鮮的樣子 這裡似乎就適合你多些 當然這邊也會有一些比較出名的連鎖餐廳 譬如又是有泰爾、沙火、探魚、吳莊等等的大型連鎖餐廳 由於萬豐可岸城 以後會開三部會員商店 因此那一邊現在是沒有超級市場 想買東西的話 麗華強廣場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譬如在二樓這裡有一間購買俄貨的超級市場 不過這個超級市場品牌 並不是我們在洪山或中心城見過的俄貨雜市 而是一個仿佈品牌 另外同一層還有最近開分店開得很厲害的 平家山貨牆、洛沙爾 在哪一層還有一間由徐州開來的精品超級市場品牌 澎泰超市 不過我對華強廣場的前景就不太樂觀 因為一方天地和一方城的老闆洪榮 現在就在唐尾站的另一邊 建一個超級大的商場 足足有500萬呎 就只是比一方天地小一點 相信那個商場第二時起好了之後 華強廣場的人流應該會受到很嚴重的影響 今天行程最後一站來的這個商場 在今天介紹的那三個商場之中 對於香港人來說交通最方便的 有地鐵站、洪浪北站、D出口 就有地下通道直接通到這個商場裡 不過其實我不是太建議大家 故意走過來這個商場 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小的商場 只有30萬呎 而且裡面的餐廳絕大部分都是一些 我們平日所有屬面見開的那些品牌 香港人特意跑過來這個商場 意義就真的不太大 但為什麼我仍然需要花點蝙蝠 在這裡跟大家介紹這個商場呢 其實原因就是近來都有很多朋友問我 深圳一年開成這麼多個商場 這麼大競爭 那他們怎樣去生存呢 其實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搞差異化 以今天來的這個商場 千里食家來做例子 他之所以這麼小 其實是因為他只是一個寫字樓底下的商場 而他附近 方圓500米範圍之內 已經有兩個比他遠遠大的商場 再加上再遠一點 其實是有兩個 在深圳排名頭十名的商場 分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前海一方城以及海阿賓分城 所以這個商場的生存空間 其實是非常之差 但是由他的名字 千里食家大家都應該可以猜到 這個商場最主打的就是西 有超過一半的商戶 差不多三分之二都是餐廳 因為老實說 自從大陸興起網購之後 大陸商場的零售業務是昇微的很厲害 大家如果平時行大陸的商場都會發現 那些零售店鋪基本上都是沒什麼客人的 因為有營運商場的朋友就跟我說 現在大陸一些二三線的商場 其實最主要的營業額都是靠餐飲的 那既然千里食家附近這麼多大型商場 所以這個商場就捨棄零售店鋪 專攻人人都肯定需要的食 不過其實專攻餐飲這一種打法 就並不是千里食家所創的 華潤在深圳筍江那裡 亦都是有開一個 餐飲比例比較高的商場 叫做萬象食家 那似乎這個千里食家的名字 亦都是借鑑萬象食家的 加上千里食家這裏 其實地理位置都幾好 剛剛就在地鐵站上街 有次就可以吸引到一些 要搭到來洪浪北站的人 可以在回家之前 先在這裏移飽了肚子 先在這裏移飽了 不過其實以食泥做主打 就只是一個最低層次的打法 下一集也會介紹其他 一些比較高層次少少的打法 給大家聽的 有些商場不單止是可以吸引到 深圳人過來逛街 甚至是可以吸引周邊城市的人流 想知他們靠什麼方法 就要密切留意下一集的介紹 今集就先來到這裏 如果大家都是回深圳玩 還有任何熱欄的話 歡迎大家透過Facebook或IGPM我 我懂得回答的話 都會盡快解答大家 另外提提大家 記得看我下一集介紹的 其餘三個新開業商場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